在觀眾席那邊有些球迷走下來 喂 何輝現在去不去呀? 我去哪裡呀? 所以我整場球都是想盡辦法 怎樣我是碰球最後一腳入網一個 那入了球你就好像 你不是很應該... 你不是很... 存在價值也沒有地位 你不是很應該換我 我...我...我...我還沒在 麥克風試過的 我入完球半場都說換了 何輝的性格是有少少怪怪的 哈哈 哈哈 這個人超級大傻仔 這些球你都不是向著路門 你怎樣都吧?老友 你真是你懂得用導航嗎? 現在我們開始要準備下一部份的工作了 講回香港足球這方面 你做了香港足球代表隊 其實那時候香港足球 無論是職業足球還是職球代表隊 曾經都發生過一些打架球的事情 其實你有沒有聽過 或者有沒有人會找你做這件事 沒有試過有人找我 老實話 但我都試過在旺角場 整隊球在場邊熱身 突然間不知道是誰 總之在觀眾席那邊有些球迷走下來 何輝家去不去 去哪 去喝茶 去 他們會問這些 我想我不可以否認有或沒有 找我真的沒有人找過 另外還有可能有人開會會接些電話 但我沒有辦法肯定他接什麼電話 那時候接電話很貴 很貴的 幾米一分鐘 那時候 還是幾米一分鐘時代的大小小小 還有那個叫貴 貴 但我真的沒有辦法證實他接電話做什麼事 可能家人有急事 可能家人有急事 我都會看到這些事 但沒有證據 我不敢亂評論 有些案件其實大家都知道 調查之後是公開了 大家都知道那些事 都是一件嚴重的事 我覺得就算沒有人投訴 竹總會應該要成立一個小組去處理 因為當時在新聞片裏面 大家聽到 有個球員大聲說一些 要多少球 換我出去這些事 其實都是操守 都是有問題的 我覺得竹總是否應該要請 那個球會的負責人 教練 那個球員和球證 我想要出來解釋一次整件事是怎樣 我想這樣做法 讓球員正式知道究竟是怎樣 會不會因為你是前鋒 你不是一個後衛 因為後衛是關鍵的 後面放一球還是放兩球很容易 會不會有關係 你是前鋒 我沒有理會這些事 你說有時候會不會見到一些個別比賽 見到一些好像 這麼容易輸 好像會有見到的 但是問題是 我都沒有說證據 為什麼他們會踢得不好 就算自己的球 那場球後面踢得不好 我做回我的本來 因為我的長大 在足球生涯裡面是很艱苦的 經常都臨近被人換出來的那個 或者不讓你進去踢那個 所以我整場球都是想盡辦法 怎樣我碰球最後一腳 入網一個 那入了球你就 好像你不是很應該換 有地位 存在價值也沒有地位 你不是很應該換我 試過的 這個真的 我未在咪前說過 試過的 我入球半場都說換我 整班外援 拍桌 搞錯 你換入球 因為他要輸球 不是 不是 可能是人甲人緣 我知道我的性格 有點怪怪的 這個我證明 何輝的性格 有點怪怪的 所以很多時候 跟同事相處的時候 都有點未然 堅良 不過人是好人 先說人是好人 但可能有時候處事的方法不同 我推動自己推動得很厲害 這個是事實 變成有些教練未必很喜歡我 未必想被我踢 我又不是最頂尖那些 我又不是馬俠當拿美斯 這樣就變成 為了證明自己存在 掙扎求全 所以就盡量入球 不管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就不看 好 好了 說回一場球 如果踢踢一下 突然發覺 奇奇怪怪的 總是有一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怎樣 做回自己本分 因為 就算有個隊友看得不好 其實 但他不是看得不好 他是之前很健身的 你都經歷這麼多體育的事情 這麼多年來 我也是小時候 一直看著你做節目 長大 他可能有什麼事 我都試過 我做球員的時代 我都試過 那幾天失戀 真的 真的 表現不到自己最好 是 你不要把一些事情 想做的事情 去猜他做什麼 或者他有私事 或者他家裡有事 或者可能 他開球前肚子不舒服 很多的 試過 因為很緊張 剛剛 瘟布和女丹決賽 蝦粒拿了冠軍 其實他 賽前幾個小時 是不妥的 不妥的 其實很多這些 但是 如果真的打得不好 你先不要怪他 只要你說那些事情 很難說 所以 如果看到 即使有什麼 你都會專注自己的工作 還有 整隊人 你贏過一起贏 輸過一起輸 你說得偉大一點 就是 大家互補 我也有 我踢得不好的時候 明白 好了 今天先談到這麼多 很快 到下一集 下一集 再和大家聊 還有很多話題 體育GID的觀眾 我陳尚落 是鍾志剛 多謝大家支持 如果喜歡體育GID的話 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還要訂閱 Subscribe 和Share給朋友 支持我們 體育T1T 你看看環境 真的挺好的 過手幾十年了 都知道了